马上进行的是大家替代的男子百米的飞人大战 今天感觉晚上的决赛 谢灵业热身非常充分 也加上他的家乡绍兴 这个湿度也比较大 接近80% 70%的湿度 所以你看他身上呢 就是已经是完全汗都出透了 或者说是有一些水呢 是雨呢 是打在身上 这样感觉呢 好像是完全活动开了 这个应该说 他对于绍兴这种气候来说 他是非常适应的 对 看看今天百米的飞人大战 男子百米呢 冬京奥运会齐备一共是56个人 达标线是10秒05 目前呢已经有31人达标 中国队呢 现在是苏炳天和谢灵业 两个人达标 而处于世界奥运会资格排名区当中的是 许州正根 吴志强 而且两个人如果全力发挥 在未来的这个达标期当中 因为还有8个月 能够冲进奥运会的这个资格的话 那么中国百米呢 有望再次满额参赛 这是大家非常期待 这个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呢 我对于我们满个参赛这个目标 感觉充满了信心 因为这个不管是教练员还是运动员呢 都对这个备战这个奥运会啊 做了一个非常充满的准备 对 也对这个2020年那个训练呢 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他们这个2021年那个备战这个整个的训练工作呢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从这个训练这个层面来说呢 都做好了准备 对 我想呢 在那个大标期之内啊 他们一定会有个上场表现 只是到时候我们还在看着运气 就是国际比赛会不会更多一些 假如说明天国际比赛更多了 就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对他们来讲是带动 谢震燕本届比赛要参加100米200米两个项目 他的比赛复合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从预算来看呢 谢震燕的竞技状态 也没有调到一个正常的档枚 预赛当中感觉他还是有些沉 尤其前30米的这个启动连接呢 我觉得有一些弱势 后程呢 谢震燕还是能够发挥出他的特点 但是今天决赛呢 他的前程不容他有保守的这样一个状态 第二道是来自广东的阎海斌 2003年出生 非常年轻 只有17岁 17岁 这是许州正 许州正现在是奥运资格排名第45位 他的最好成绩是10秒12 距离10秒05的奥运达标线呢 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了 广东的陈冠峰是在第4道 第5道是谢震燕 谢震燕呢 在今年的上海特取赛当中跑出了10秒13 也是目前国内的最好成绩 谢震燕是在去年的钻石连赛奥斯路战跑出了10秒01 达到了奥运会资格 来自广东的张瑞轩 第7道是同样是2002年出生的 也是只有18岁的吉林小将陈家鹏 你看他这些稚嫩青色的面条啊 他跟着阎海斌两个人17 8岁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游雪 莫游雪从预赛来看进去状态不错 这段时间呢 训练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第9道是吴志强 吴志强的预赛呢 表现的有些慢热 所以他的成绩不是很好 被预赛的第9道 吴志强现在是奥运资格排名第46位 比许正正低的一位 他是在去年重庆跑出了10秒17 实际上这两位是距离10秒05 奥运达标线是最近的两位选手 同时也是挑战谢震燕 应该是最近的两位选手 运人员做准备 那个小号码 对 小号码掉了 吴志强的这个小号码 好像是在减录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别紧 重新再处理一下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等于中间的一个小号码 小号码 让大家停了大概 各就位上起跑器的时间 停了大概有三分钟 都要求兴趣啦 是一个大小号码 好 像是一个超一种大小号码 一样的小号码 一个大小号码 我们需要有小号码 从中间的大小号码 好的 比赛开始 启动反应呢 大家基本上是并驾齐驱 那么在内道的小将陈冠锋 在前面加速状态不错 给了谢真烨很大压力 谢真烨还是后撑能力 谢真烨是10秒27获得了第一 虽然他的发挥状态 跟最好水平还是有差距 但是他毕竟实力摆在那 而且感觉谢真烨呢 就是这么多年的大赛 他自我调整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这个谢真烨啊 我有一种感觉像 我们上午看的这个100米比赛 到晚上看的他的决赛 我感觉他现在慢慢热起来了 等到200米的时候 他可能的表现要比100米要好一些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感觉 就是他自我调整能力 跟自我控制能力是非常强 或者是经常说教练说的 特别会比赛 特别会调试自己 知道自己怎么能够赢下 每一枪的特别聪明的运动员 就是你说这个 特别聪明的运动员 特别聪明 当他体能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也知道 但是他仍然能够拿出 我现在最好的状态就是30 但是我就是能够在决赛当中 抗压的状态当中 我跑出27 我不会让这个状态不好的一个状态呢 让我受损更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比赛能力 这个您不要小看这个比赛能力 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 是要达到国际高水平 或者世界顶峰的这个高水平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都说是这种运动员 属于尖子运动员 都是不仅仅是身体准备的特别好 尤其是这个头脑都准备的非常充分 所以说在比赛当中 他才能把自己的能力 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 对 学生业呢 跟他去年200米19秒88 然后去年100米10秒左右 破10秒这个水平 你看他呢 我觉得从感知上 还是有些身体发沉 这个可能就跟比赛感觉 跟训练感觉的转化呢 有关系 但是呢 一枪比一枪好 这个我们感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 另外一个 您看他预赛的时候 他前面30米很慢热 而且他有些弹 然后脚上那个粘起来 那个节奏没有 但是今天您看他从起跑前三步开始 那个自己的风格 那个粘起来 然后快速位移 那个状态就出来了 虽然没有达到10秒那个水平 但是那个状态 是谢真业比赛的状态 对 那个感觉 我们说的 但是 作诃 为什么 您 怎么 那 一点 什么